为了加强去排水机能 华丽市公所从6月中旬开始启动 都市计划雨水下水道轻鱼工程 市长魏佳燕在5号的一早 特别前往了民国路视察 目前的轻鱼作业并表示 如果发现排水沟有淤积 破损堵塞等情况 也欢迎民众同保市公所 也请市民配合 勤务将除余、淹地以及废弃物 投入水沟内以维护排水的功能 清洁队员分工合作 利用高压水柱 将水沟里的淤泥、树叶、石块等等 已已清除 为了确保防汛期间的排水顺畅 华丽市公所从6月中旬开始 启动都市计划雨水下水道轻鱼工程 陆续在辖内43处展开排水沟 轻鱼作业 那在这边除了清洁队清洁不到的 包括淤沙淤泥 比较可能已经固化了 那还有一些包括一些油垢的部分 那我们这边一并的都来做一个整洁的动作 那在这边也希望说民众如果有看见 或者是知道说哪里有一些水溝 没有办法清洁的 那都可以通报我们华丽市公所 另外市长魏佳燕也提醒民众 天气炎热 部分县市已通报不少登革热确诊案例 市公所除了进行防治药剂喷洒外 市民朋友也要避免在户外放置积水容器 应随时清洗干净并保持干燥 避免并没闻之声 如果发现排水溝有淤积破损堵塞等情形 欢迎民众通报施工所 也请民众配合物将除以淹地 废弃物投入水溝 以维护排水功能 记者徐立晴 华丽市报导